到现在较为后期 可以轻轻加多火 现在就把剩下的水分逼出来 你敢煮我敢教 今次教大家这个炸物方程式 就是香酥的脆香春卷 香酥野味、脆口的东西 当然适合小朋友吃 看到就立即搶着吃 流口水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在 李系主厨精彩的烹饪技巧 就要like李系主厨Facebook专页 按小铃铛 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了 春卷我们就要虾仁 我们把它切粒粒 OK 洋葱丝 我们把狗黄切小段 好了 玄西水我们就主要要一些框 有些香味在那里 好了 所以先做春卷的馅 对吧 我们有点免治猪肉 好了 接着加上我们的虾仁 接着不少的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蒜蓉 胡椒粉 少许的盐 烧酒 砂糖 芽油 生抽 好了 我们把它拌均匀 把它腌了没有 和调味料搅拌均匀 加上我们的芫茜 银芽 九黄 和洋葱丝 好了 我们搅拌均匀 它变成一个春卷阳馅的馅料 好了 现在就包这个春卷了 春卷皮 你不用的时候就要把它盖一盖 要不然都干了 收一下那些馅料 收一下这套气 好 好 揉一下这里 再揉一下 这样它就会收得好看 有个面粉糊 塗在口腊上 面粉糊就是水加面粉 拌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到炸春卷了 我們用這個粟米油 最重要是炸東西剛剛洗 因為它的廢點230度夠溫度 加上它不會那麼容易有油煙 所以就很健康 而且真的廚房乾淨一點 放一塊子下去 有一點點泡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大火 其實你後期可以加大火 現在放下去,看到剛剛有微量的泡 就可以了 很耐心耐性去控制油溫 尤其是初頭那一段 因為要慢慢炸,炸到裡面的材料又熟了 兼且水分散了一點 它才可以保持最後的春卷皮夠脆 將它原先吸了它的油 迫出來 如果你是開始猛火的話 炸完之後好像很好 就可以了,然後一轉頭就軟了 而且會容易焦 不夠脆的 那你就有耐性 調一下它夠不夠 讓它水分散得透洩一點 還有炸得均勻一點 要幾分鐘 讓它泡的開始少 還有春圈開始輕 現在還很重 因為它裡面還有很多水分 開始輕身 微微微黃 這樣就開始OK了 所以 不用急 可以了 那我們到現在 較為後期一點 可以輕輕地加多一點火 現在就將它剩下的水分迫出來 還有就是把春卷皮炸得金黃一點 現在是上色 還有就是把它盡量趕走水分 所以可以輕輕開大一點火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這些春卷皮 它最後拿出來會再深色一點 所以你不要說 看到顏色夠了才拿出來 還有它現在在這裡散水 就是水分在這裡散 晃一下 最有效率 就可以把它放在油紙上吸一吸 吸收很多餘的油 吹一下它就會脆 小朋友一看到就流口水的香脆的春卷 就完成了 酒了 酒阿 酒 酒